陈佩琦之前在记者会上公布 柯文哲购买双半的汇款记录 不过上面许多记录是 马赛克处理的 民进党王毅川 秀出没有马赛克的版本 只一说在仲介费跟签约款中间 出现1比152万的不明支出 而民众党回应说 这是不必要的寒沙摄影 这是我这个提款的证明 镜头前秀书提款证明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琦 日前接受特定媒体专访 秀出购买4300万的汇款单据 没想到立刻又被揪出疑点 这张是陈佩琦记者会上拿出的版本 只肩大骗马赛克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揭露40万的仲介费 以及420多万的签约款中间 还有一笔152万的支出 这三笔只花了30秒就汇出 这藏着的152万是什么费用 起人移动 也有议员质疑 难不成是没曝光的其他物件 五马单据中还有一笔5月21日的记录 由民众党新竹市议员李国璋 汇入柯文哲司账23万元 党员和主席间怎么会有这样的金额流动 用膝盖想都知道 那23万是柯文哲主席 给我的农地的整地剩余款 李国璋解释柯文哲大选期间 被爆出的新竹农地违规使用 后续由他负责处理 神秘金流一笔又一笔 民众党始终交代不完 继续林汉廷SG采访报道